最后的旅程,我们将赶往大山深处,登上一块巨型花岗岩,欣赏一幅稍纵极适的血液山水,飞往五湖四海之一的潮湖,最后到达安徽的中心,眺望科技铸就的无限可能。 安徽的南部与中部遍布着众多山脉,在山地自行车爬坡赛中,一路骑行只是奢望。 这条被称作宛浙天路的赛道,全长不过三十一公里,却有着三百五十一个弯道,九百一十五米落差。 还有山中时常生腾的水汽。 终点就在迷雾的尽头,只要向前,车轮压过的每一米都是冲刺。 向西北方向飞行,去往碗中大地。 天柱山的亮相,手推彼此依靠并肩站立的山岩。 山腰往上,气温常常徘徊在零度上下,导致冰与水在频繁切换着形态。 多变的流水从来不怕坚硬。 表面的砂石在漫长的时光中最先被冲刷掉。 继续打磨,岩石的棱角与锋芒也渐渐变得圆润光滑。 山岩,记录自然,也书写历史。 天柱山,古称碗山。 春秋时期,它就曾守护过山下一个名叫碗国的古老国度。 今天,这个碗字也称为安徽省的简称。 大别山脉第二高峰天堂寨,年平均气温16.4摄氏度。 这里的大雪总是稍纵即逝。 山刚刚变白,一道道列纹同时形成。 冰雪溶水挥撑无数小溪激流与山溅。 流水冲出山湖,向南流进长江,向北汇入淮河。 只是,在前往淮河的途中,会遇见连绵起伏的秋陵。 雨季时,洼地爆发山洪。 旱季时,梯田缺水干裂。 雨季时,梯田缺水干裂。 vur波子沿 Signal air,在夜 dos月之后,会遇见连续起伏的秋冉水平旺村。 我来说《孙日仙人》贾風刺水干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渔民告别了以传伟家的生活 从此千番净度的热闹 让未给自然与未来 在每一个车流和喧嚣逐渐淡去的深夜里 都市网格中这一个个小小角落 每个人都可以捧一卷书 隔绝快节奏生活中的焦虑和困惑 拥有一个独立而宁静的世界 这座书店的灯光 二十四小时都不会缺席 连同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 并肩坐在知识的明灯下 孕育着大胆的想象和尝试 合肥 一个被明山、大川、农田、鱼塘 团团包围的城市 关于未来的想象 从未停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拥有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 几代人才聚首在科教的火把下 以让更多的科技工程 在这里相继开展 2003年 中国科学院在这座半岛 设立了众多科研机构 这个被人们昵称为 人造小太阳的科技重器 能够制造出一亿摄氏度的高温 在环抱着他们的这座城市 诞生过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也诞生过全球首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无数个中国乃至世界第一 让科技成为了这座省会城市的 独特名片 安徽 深跨南北 合肥 一省山川名胜 与多元文化环抱的地理中心 没有不可撼动的传统羁绊 任由新时代的探索者 开荒拓土 在乡土宁静的安徽 跳动着一颗 朝气蓬勃的心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